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的角色很多 她的表演根本难以遮挡生疏感的锋芒 面对观众的期待 林志颖勉强扯起微微笑意 然而眼神中却流露出无尽的慌乱和困扰 在这个原本属于她的舞台上 她却变成了被动接受安排的角色 明明想积极进取 尝试组建梦寐以求的团队 却因与人脉和沟通方面的不足 眼睁睁地看着梦之队在眼前破碎 林志颖奋力挣扎 试图挽救局面 然而内心早已瓦解 她深知 若不是因为背后强大的人气支撑 仅凭当前的低迷表现 恐怕早已被无情地淘汰出局了 这个曾经带给人们无限惊喜的年轻偶像 如今却大幅退步 无论是唱歌还是跳舞 都严重退化 在队友之间 林志颖显得不胜和群 在舞台上更是失去了昔日的光辉形象 她需要尽快找出调整状态的方法 否则这一次的回归之旅 无疑将会成为一次大跌眼镜的失败经历 众人翘首期盼 希望林志颖能尽早找回昔日的勇气和信心 实现涅槃重生 P歌三热度持续攀升 哥哥们展现非凡魅力 在热播的P歌三中 我们看到了蔡国庆 林志颖 陈楚生等来自不同职业领域 拥有各异背景和风采的哥哥们 蔡国庆以其独具特色的幽默风趣形象惊艳登场 林志颖则以沉默稳重的姿态吸引眼球 陈楚生则通过出色的歌声展示了实力派歌手的风范 其他的哥哥们也都各自具备独特的魅力 每个人身上都闪烁着令人心动的星光 他们用实力证明了P歌风潮的影响力之大 不仅在网络世界引发热烈讨论 现实生活中也收获了众多粉丝的热爱与追捧 总而言之 P歌三的播出产生了空前的反响 节目效应备受瞩目 社会各界纷纷陷入P歌风的漩涡之中 哥哥们的实力演绎为综艺节目带来了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 令人欣喜不已 让我们共同期待更多精彩分成的演出 瞬间 无数观众被这些哥哥们的才华深深折服 不论是狂热的追星女郎 还是深情的中年阿姨甚至是沉稳的大叔 他们都纷纷通过节目和网络 在公众场合毫不掩饰对哥哥们的热爱和崇拜 蓄积了多年能量的蔡国庆 林志颖 在此时此刻引发了粉丝们的狂烈欢呼声 而陈楚生的歌声如同黄中大吕 再度展现了他无与伦比的实力和魅力 节目的影响力远远超过所有人的期待 他如星星之火 成聊原知识无法抵挡 蔡国庆作为团队氛围大师 赢得了满满的掌声 我们可以在比赛中深深感受到 蔡国庆的舞台表现并不像其他哥哥那样霸气逼人 他的打歌舞技似乎稍显逊色 有些跟不上其他哥哥的节奏 这啊 蔡国庆开朗幽默的性格 却成为他在众多哥哥中独树一帜 广受大量观众欢迎的原因所在 许多时候 蔡国庆都在极力追求完美的表现方式 但由于自身体力和记忆的限制 无法达成所有训练要求 尽管如此 他始终保持着坚韧不拔的精神 被戴自身瑕疵极为宽容 这种豁达的人生态度 以及高超的情绪管理技巧 无疑是许多观众应该借鉴和学习的宝贵财富 在严谨的训练之余 蔡国庆更强茂地使用幽默元素去刺激团队的气氛 她那一个个亲身演绎的模仿秀和风趣的独白相声 让人们忍俊不惊 成功地舒缓了训练和比赛带来的紧张压力 成为了团队乐观氛围的推动者 其他的哥哥们也纷纷表示对她的喜爱 是其为保持团队凝聚力的核心人物 广大观众对此深表赞同 高赞蔡国庆总是能够用快乐积极的性格 感染所有的人 在各式各样的网络评论和投票中 得到了极度的褒扬 我们都乐于看到 就是有着蔡国庆这样的角色 才使得整场节目乐趣横生 更加精彩分成 因此 正如许多评论所言 如果这档节目缺少了蔡国庆这个角色 将会变得黯然失色 虽然她的舞台表演表现并非最为突出 但她活跃气氛 维系团队和谐的独特个性 正在赢得更多观众的深厚认可和好评 陈楚生实力唱将再次展现璀璨风采 早在多年以前 陈楚生以其卓越的歌唱天赋 在快乐男生大赛中一举夺魁 震动全国 时光荏苒 岁月如梭 着间 她在批歌3的赛场又一次 以精湛的唱功再次证实 她的嗓音依然如初 璀璨夺目 那份独树一帜 纯然透彻的嗓音宛若来自天际 每回开枪都是曼妙无比 难以忘怀的音乐之美 在这场精彩分成的节目里 我们亲眼目睹陈楚生巧妙地演绎了各种曲风各异的经典歌曲 恰似嫁青就熟般跨越了抒情唱法 流行曲调 以及古典乐章 民间小调等多个领域 那种极为惊人的情感表达力及节奏感 毫无保留地彰显了其身为杰出歌手的无与伦比的实力 然而实际上 这并非我们首次在舞台之上领略到陈楚生所散发出的艺术魅力 在众多的群体讨论与舞台表演事件之中 我们确实感受到了林志颖在其中参与度于领导角色方面的不足之处 内敛的性格让她在组建高校团队及融入团队成员之间互动方面表现得不尽如人意 时间的推移 使得这位曾经溢溢闪光的明星 逐渐成为一位难以融入团队的边缘人物 亲眼见证这般对比悬殊的转变 我们不经心生感慨 为林志颖感到深深的惋惜 或许 目前对于她来说 最理想的选择应当是低调离开 重新寻找并回归自我 再度站上昔日的光辉焦点 或许对于她现今的状况仍是一种奢侈的梦想 退居目后 寻求内心的平静与成长 对于她来说才是当前最适当且明智的选择 我们期待着在不久的未来 看到一个崭新充满活力的林志颖 我们依然巧手以盼更多的精彩瞬间 批哥三虽已播出至一半 但各位凭借信念 瞬息万变的哥哥们定然会在节目中 有更为精彩激烈的表现 我们怀着无比期待的心情 坚信这些哥哥们将会再次展现他们的经验风采 在接下来的节目路程中 我们盼望林志颖能够积极调整自身状态 以全新姿态亮相 尽管她可能无法回到过去的辉煌时刻 但是她那份做事认真 态度成熟稳重的魅力也是相当迷人的 同样 我们希望蔡国庆能够持续发挥她的幽默魅力 让观众哈哈大笑 陈楚生则能用她那富有情感 且极具感染力的歌声来感动每一个人 至于其他的哥哥们 相信他们也会有更多展示个人魅力的绝佳机会 这部综艺节目宛如一部人生故事的微观纪录片 参与其中的每位哥哥们 都如同我们平凡大众一般 经历了跌宕起伏 既有成功之功 亦有过错之见 而节目的推进过程 恰恰正是他们人生历程中更为丰富多彩的一段篇章 让我们一同期待 共同见证 这部综艺节目即将演绎出的更加精彩分成的画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数个超能力 敬请关注哦